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各有其虚,而最宝贵的是,各天替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曰信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信底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旺季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但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败无亦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再也能试,再耳能听,再口能言,再疑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试,此极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 乃是最富足、最圆满、 最光明、最完美、 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 有形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 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像貌扭人, 但像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坏死间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有相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嫁我。 对于真我和嫁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正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协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何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硬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辽死的保障。